酒店露台都鋪滿雪 受日本暴風雪影響 不少香港人的旅行行程受阻 縱橫遊執行董事袁振寧星期三說 有大阪團原定要去京都 但車程由兩個半小時變成10小時 唯有不去,留在大阪 他又說大概60個團友星期二 原本要由關西機場搭旅遊巴出市區展開行程 但因為連接路封鎖 一度制留機場 團友最終要自己拿著行李 改搭JR 不過他對沒有團友 要在巴士和機場過夜 已經覺得很慶幸 另外有紅本去鹿兒島的行程 因為公路被大雪倒塞 要改去宮崎 他說會退回相關餐飲 或者門票的費用 給受影響團友